习云告诉你,说起做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婴儿,很多人都认为女方好好准备就行了,男方取出经验来就行了。 如果您真把这个过程想得这么简单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确实,做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时女方到医院就诊的次数远远多于男方,而男方呢?貌似见完档案后就只等着女方取卵那一天了。 其实,在这一两个月等待女方治疗的时间里,男同胞们并不是无事可做,也需要好好准备。 做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婴儿从检查到驱卵到医治多需要一到二个月,男方在此期间至少需要来医院四次。 为了节约时间,即顺利做上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婴儿。 男方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好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前的准备工作。 第一阶段,准备阶段。 一,生活方面。 男方需应戒烟戒酒,保持生活规律,充足睡眠。 如果有生殖系方面的疾病如炎症,则应积极治疗好后再考虑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驻运。 二,男方检查项目。 一,今夜分析。 来检查前需要在二到七天前排经一次,排经方法包括。 性生活,手营,梦衣。 排经时间过短,不满足48小时之上,过长,大于七天都会影响今夜检查结果。 从而影响做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婴儿。 第一次来院做今夜检查,最好周内来院检查一些特殊的今夜检查一般不放在周末做。 并且检查前一天晚上不要过度劳累。 应保证充足睡眠,清淡饮食。 今夜检查分析对男方来说是最重要的检查项目。 即使在外院做过此检查,也要在我院复查今夜。 二,一元体,灵球菌检查,今夜标本。 三,染色体严重少若精,无精症患者。 夫妇双方有反复流产时。 胎儿畸形时,死胎等病时的患者需查此项目。 四,传染病,包括乙型肝炎。 丙型肝炎,艾滋病,梅毒筛查需要空腹。 三,看检查结果。 等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后,再次挂号看检查结果。 有些检查结果若有问题,需进行治疗康复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。 四,若男方有手营法采经困难,请事先告诉医生。 在此阶段先练习手营法采集经验, 以免临时因过度紧张而导致取经失败。 若确实没有信心手营取出经验, 则需联系医师,建档前做好精子冷冻保存。 第二阶段,建档。 一,建档时一定要带上南科门诊病例。 若之前门诊病例没有写或丢了, 需要去门诊挂号补写门诊病例。 二,建档前需要检查上述检查项目是否过期, 一般到妻子驱软日检查时间需要在一年内。 有些检查项目需要在三个月内。 并且要检查证件是否准备齐全。 三,对于做人工受精害患者。 因为还需要南方精液质量较高。 最好有两份精液检查报告, 其中一份需要为最近三个月内的。 第三阶段,取卵及移植。 一,南方遵医嘱事实手赢排经一次, 一般在预计取卵前二到七天。 医院医护人员都会在打夜针前 给予电话通知排经时间。 二,取卵当日丈夫取经验, 请带上双方身份证。 结婚证,有效生育证明到医院, 医生要进行核对。 南方事先最好洗澡或清洗生殖器。 三,若取卵日南方有取经困难, 应及时告知。 习运小编总结, 除了以上的内容, 平时的生活中要注意调整生活作息, 避免熬夜,饮食均衡, 戒烟戒酒, 避免接触高温。 为了生育健康的宝宝, 在美国吉尔吉斯坦试管婴儿治疗过程中, 男女双方都需要做好配合。 整个过程中, 妻子的流程较多。 作为丈夫, 应给予妻子细心的呵护与照顾, 共同面对, 一起迎接宝宝的到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